夢想很重要 那人生就這麼短暫 其實你一定要動起來 為你人生再活一次 我現在目前最大的目標是 幫台灣完成全球四座高峰 那這對於戶外探險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我的方式都是以無氧方式 然後去挑戰這個八千公尺的山 我2018年攀登這座南加帕帕 是八千公尺裡面算是 數一數二男的 一座山峰 南加帕帕斗度大概 比於平均來說 應該是四十度到五十度之間 登頂率如果相較於其他座 像聖母峰 那可能一年會有兩三百人登頂 南加帕帕這邊一年 可能只有個位數登頂 五個六個甚至更少 南加帕帕在1990年前 他的死亡率大概七成多 目前我是台灣第一個登上這座山的 然後也是少數能營養登頂的 登山加帕 好嗎 Yeah OK 今天是8月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可能是六十五年 我們想要今天有什麼推動 無氧是一個我們對於認識大自然 一個更純粹的方式 無氧攀登其實很重要的地方是 你要隨時觀察你的身體 然後開始更有系統的去認識自己的身體 然後去想辦法維持自己的體能狀態 然後透過經驗去判斷我在這個高海拔 拿捏那個分寸在哪裡 對我來說會更尊敬這座山 那也會更保護自己的身體 然後做一個很好的平衡 它身上中有大概四件到五件 對那再配上這一件的話 你要防到零下-30度到40度 應該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它的作用呢就是在踢冰 這如果是冰面 你可以踢冰 然後你可以踩著冰 因為冰會滑 對然後這冰爪就是讓你能 踩穩在冰面上 其實我在爬八千公尺這段期間 其實遇到蠻多 對我來說是蠻多考驗的事情 我看到不管是我的隊友滑墜 或是到今年跟我一起爬的一個義大利朋友 前兩天我們還在聊天 可是他就掛了 對然後送下來就是他的屍體這樣子 那對我來說是一個 我會覺得 對人生就真的這麼短 面對死亡你才會知道活著的重要性 可以可以 好拉緊 拉緊喔 來 那我看一下喔 好 鏡頭看一下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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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要有一個動性的感覺 好 第一步他就知道了 OK 很好 Good Good Awesome 那我會更希望我能找到我的定位 對透過山的方式 透過冒險的方式 找到人生的地位 你只要往你的夢想去做 然後慢慢的累積 那終於一天你會接近它 供頂的機會怎麼樣 哈哈 我今天就可以供頂了啦 哇操 發下好遠 下一次來挑戰啊 速攀 速攀 來速攀 全台灣第一個速攀八千名 嗨 我有信心 雖然它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 越不容易 越能達到的話 那更能深刻的去影響自己的生命 感覺很好 那不管它是大是小 那人生就這麼短暫 請你一定要動起來 為你人生再活一次